昨天晚上西方七国集团 纠集在一起 就目前的台海局势 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声明 这个声明 中方坚决地反对 因为它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公然为侵权者来张目 反而向维权者来施加压力 公理何在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何在 如果让这种腔调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 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所以中国坚决地拒绝这个声明 中国维护的是 中国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的是国际关系的 基本准则 同时也是在维护大多数国家的 共同利益 因为不干涉内政 这是维护我们 这个世界和平稳定的最最基本的原则 我们不能让聪明法则 重新来主导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 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极其声明只是废纸一张 绝对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响应 而我们看到的是 一百多个国家已经站出来 表明上他们的态度 坚持一个中国 支持中国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侵犯中国的主权 我们看到 雷后国也做出了表态 古特列斯秘书长 以及他的发言人 相继表示 雷后国会继续坚持2758号决议 2758号决议 2758号决议的核心就是 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相信这才是我们国际社会的 真正的共同的声音 谢谢